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怪奇物语 我是崔佑达 今天要带您揭开 美国总统大选背后 暗藏的宇宙真相 2024年川普二度对上拜登 要角逐美国总统 从两个人首次辩论之后 美国民就开始惊觉 拜登整个人行为举止 异常怪异 高龄81岁的拜登 不断地被媒体拍到 心肠定格不动 就连眼睛也长达10秒钟 没有眨眼 其实世界各地都曾经出现过 多起定格现象 各位网友戏称是 电影《骇客任务》当中 矩阵错误的真实上演 带您从物理学家的角度 揭开虚拟世界的诸多证据 2024年6月18日 美国总统拜登 定格30秒的画面曝光 地点就在白宫 音乐响起众人跟着节奏跳舞 拜登却被拍到定格傻笑 双手僵直 长达30秒完全没有眨眼 回应画面前后总共出现两次 白宫出面辟谣 说影片经过刻意剪接 拜登到底是不是真的定格 还是认知能力下降 不得而知 不过在全世界各地 还真的出现多起 仿佛电脑当机的定格现象 难道人类真的活在虚拟世界中吗 穿着白色长裤的女子 在人行道上 看似正常迈出步伐 但没有前进 一动也不动 时间像是被按下暂停键 连马尾的法司 也不受地心引力影响 摆荡到一半 在空中静止 拍摄影片的网友 还特别著名 女子已经持续暂停 长达一分多钟 突然之间 有若无其事 继续往前走 另外一名女子穿着背心 在大街上遛狗 不只女子定格 连旁边牵着的小狗 同样动也不动 难以解释的画面 在网路疯传 不禁让人回想起 駭客任务中 主角Neo周围的定格片段 还有全面启动中的 这个片段 科幻电影早就告诉人类 这个世界运作的背后 藏着秘密 连动物也开始出现 不可思议的定格现象 什么力量可以让羊群静止不动 原本在山坡吃草 没想到画面瞬间停止 加拿大一名女子 在水族馆赏鱼 也碰上难以解释的一刻 惊吓的女子无法相信 眼前的鱼群 怎么会静止不动 她连忙用手指轻轻敲打玻璃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定格的鱼群当中 有一只游动的小鱼 其他鱼群为何会瞬间静止 官方说鱼群只是在休息 但这个答案民众似乎不太买单 2023年3月份 加拿大上空同样出现诡异景象 一团黑色物体定格在空中 仔细看才发现是一具鸟类遗体 没有展开翅膀直接停在空中 原本以为有电线缠住 但居民说并未发现任何细线缠绕 定格的举动完全违反地心引力 而这种群体定格现象 也引发科学家好奇 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学家 马丁瑞斯曾经说过 人类只是虚拟生命 这个世界是由一台十分庞大 而且极度精密的电脑程式运算而成 1999年上映的电影《駭客任务》中 就曾经提过这样的说法 The Matrix Do you want to know what it is The Matrix is everywhere It is all around us It is the world that has been pulled over your eyes to blind you from the truth Right now we're inside a computer program Is it really so hard to believe You have the look of a man who accepts what he sees because he is expecting to wake up If you're talking about what you can feel what you can smell what you can taste and see then real is simply electrical signals interpreted by your brain 物理学家把物理定律 看成是电脑程式 宇宙和黑洞就是电脑 透过电脑模拟出来的虚拟世界 就有一定的几率会出现程式错误 就像我们说的电脑当机 国外这名女子在大街上拿着相机自拍 却被发现19秒内一再重复相同动作 她也当机了吗 左手拿着相机对着镜头微笑 每隔几秒钟又把相机转向自己 19秒内女子脸上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从头到尾只有手腕来回转动 身体手臂都维持在同样位置 似乎被困在不停自拍的循环里面 许多网友相信 这就是骇客任务当中 举证出现错误的真实版本 2003年哲学家尼克伯斯特罗姆提出论文假设 他认为宇宙地球和人类都是被模拟出来的 我们就活在一部超级电脑的城市当中 而这个理论被称作模拟理论 如果我们是在一部超级电脑的 那是一部超级电脑并且在一部超级电脑并且在一部超级电脑并 我们在一部超级电脑并且在一部超级电脑并 你的知识是 software 虚拟世界的说法 早就不是第一次出现 模拟理论也成为许多科幻电影当中热爱的题材 像是2018年上映的一集玩家 以及2021年上映的脱稿玩家 2021年骇客任务复活这款游戏上市正经各界 16分钟的逼真画面已经让人分不清虚拟现实 游戏中包含700万个真实物件资料 每一个物件都有数百万的多边形构成 游戏中还模拟出一座16平方公里的虚拟城市 随着AI强大的运算能力 虚实更加难分 将来参与游戏的玩家根本不会意识到 游戏内容是被模拟出来的 你若是もの戏现实生活 我觉得你会有个 free会 我rebbe想寻找出大机会 你一定呈拟弃的以这里 我必须要建议ā下机会 Technical科幻 haciendo那个世界 中国生活 市民虚拟重工作 你如果求我们凍质地 让自己认为所有到复工 XXVP份量 SQL デ erfolgreich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量子力学教授赛斯·劳埃德设计出世界上第一台量子电脑 更在量子电脑的高速运算之下模拟出了一个宇宙 随着科技发展 人类的世界趋近虚拟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已故的物理学家约翰·巴罗认为 经过模拟运算的过程会产生微小的计算错误 城市设计师必须修复这些bug 整个城市才能继续运作 而这些bug还真的出现在生活当中 画面上的女子正在气声 当她对着蛋糕吹蜡烛时 蜡烛上的火光没有任何变化 隔了两秒钟才瞬间熄灭 女子脸上立刻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第二次吹蜡烛时 时间才恢复正常 刚刚出现的时间差会是城市运算错误吗 同样的时间差也发生在汽车的后照镜上 敞篷车里的男子往右转头 但后照镜里的反射却没有任何反应 还停留在上一秒往前看的动作 镜子里的画面仿佛电脑运算出现延迟 影片曝光之后 有人怀疑经过造假 但也有人选择相信 在科学碰触不到的领域之外 还有更高的未知文明 没关系 如果因此有一个公共幻灵敌 以及互联系的官司 使用这个入那种 除非不几几年前 这些年软出现 并不几千年软出现 并没有收睫的 并没有人视频 并没有人视频 更多的能力 而是另外一样 我们可以有概念 那么这一些 成绘的原因 那些机器 想是会更加有时不象徴 我们清醒时 大脑总是隐藏了大部分的功能 但在睡着之后 大脑却可以无所不能 当虚拟和现实的界线 趋近模糊 人类真能分得出 清醒和梦中的区别吗 2024年川普跟拜登 两个人再度厮杀 美国大选的诡谎氛围 从四年前延续至今 不过你还记得 2020年的美国大选吗 阴谋论者就怀疑 当年拜登能够当选 疑似背后有神秘组织 在暗地操控 据说这个组织 就是1776年成立的光明会 有一间游戏公司 推出了一套光明会卡牌 更被视为美版的推背图 究竟卡牌上 还隐藏着哪些密码 他的威力还能操控选举吗 这就真的让人匪夷所思 2020年这场美国大选也被影射 美国有一个影子政府 私下操控选举 川普与拜登的总统之战 背后阴谋论四起 更被称作神魔大战 上帝与撒旦的交手 会声会影 当时川普信心满满 觉得自己肯定连任 但这位狂人 不受控制的形象 谣传引着政府 并不想让川普连任 夜之间 省选之子川普输给拜登 一个晚上 宾州多出260万张邮寄选票 是正常选举票数的十倍 密西根州也多出310万张 不知哪来的选票 最终拜登当选2020美国总统 卡牌上的表情 无论发型还是脸型 都跟川普相当吻合 难道卡牌又成功预言了吗 在某次访问中 川普似乎透露 不能说的秘密 我甚至喜欢认为拜登 因为他不是控制任何 谁你认为拜登的 TJs 并不是说人员 去美国人的 长官又有关 在黑深夜道 听说的 第4云 ar当你没听到 第4云 有些人员 我们曾经 难道真的有所谓的神秘组织 在台内下控制你我的世界吗 权力大盗决定世界元首 当年败选的川普 气急败坏高喊艳票 但隔没多久却又闷不吭声 有阴谋论者把原因指向这张卡牌 或许是怕遭到暗杀 川普没有再大闹国会 闹去看似落幕 但整场美国大选依旧疑云重重 美国史蒂夫杰克逊游戏公司 设计出了一款卡牌游戏 在这套卡牌发行之后 史蒂夫杰克逊很快就被CIA秘密带走 同时他的个人账户和办公室也遭到了搜查 不久以后这套卡牌就被停发了 光明会卡牌自1995年发行以来到目前为止 共计551张 虽然这游戏根本没人玩 但他一直在出新卡 这套卡牌最初发行时只有235张 那么也就是说在随后的20多年里 他又出了300多张 光明会和阴谋论一直以来都是人们 茶余饭后的神秘话题 卡牌渝言对照历史事件 或许只是人们联想力的穿凿富贵